赶在315国际消费者维权日之前 广东消费者委员会公布了2010十大维权典型案例 涵盖了房产证、快递、美容、农资商品等 不过民众批评黑心商品随处可见 其实就是政府部门失职、监督不利的结果 广东省消委会公布的消费维权十大案例 分别是预期办理房产证案 劣质复合肥至香蕉减产案 快速损坏物件赔偿案 越南黄花梨冒充海南黄花梨案 宣传失误纠纷案 摩托车自然纠纷案 小孩游乐场碰伤案 美容院强行推销案 食材货不对版纠纷案和啤酒瓶自爆案 其中最经典的案例 要属美容院强行解开女顾客内衣理疗案了 我都说现在尤其是这些化妆品 我总觉得现在就是把这个女人的这张脸 当时四元钱 还是一些职典部门的问题 只是允许一搞七个许可证 它就可以生产 然后出来的产品又没人监督 一旦吃了问题 最后都是最终还是消费者倒霉 我觉得这个还是政府的一个监督职能问题 从各省公布的消费维权案例 可以看到中国黑心产品的泛滥程度 据报道 重庆市去年查获商贩销售过期大白兔奶糖 南岸区两间幼儿园买入200多张未经消毒的黑心棉被 山东青岛则有商人用臭黄花鱼制成鱼竿 去年6月13号 潮州市也发生了一起令消费者跳脚的纠纷案 人寿保险的贺卡会员接到保险公司的简讯通知 凭贺卡邀请函或短信 参加苏宁潮州奎元店举办的团购活动 可以获得300元现金券 及多重好礼 接到短信的几百个人来到店里 才知道要购买3000元的东西才能兑现 消费者认为受骗了 差点引起群体事件 原来投诉过 后来我就什么呀 就是到315打假日 肯定是说老百姓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为本来那时候工资就不高 你再买着可信的东西 可能就是假的 你多么心里就不舒服 投诉的结果 有时候满意 有时候就不满意 不可能实际都让你满意 你要满意的话 他们就不满意了 上个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也发表了所谓恶名市场名单 这个名单包括几家中国企业 其中有网际网络搜索引擎百度 北京的秀水街市场 以及阿里巴巴和淘宝网等商业网站 新台人记者 长春 李婷 黄荣 综合报道 拿门 和 中国传渚